大家好,这里是乔乔手工坊 今天我们为大家录制的是创珠花瓶 这个吊坠花瓶的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制作这个吊坠花瓶的时候呢 是从它的底部开始制作的 底部中间的那一圈 首先我们先剪一条一线 长短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去裁剪 用完可以再接线 那么我们先穿红色的珠子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花瓶是大红色的花瓶 首先底部开头穿六颗 穿六颗 然后穿好之后 把这个鱼线两个线头对齐 把珠子拉到鱼线大概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取其中的一条鱼线 回穿单边的上面这颗珠子 第一颗回穿 把它拉下来 那么拉成这样一个圈 再从这个圈里面 把另外一条鱼线拉出来 再把这个圈往下拉紧 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就是一个截头 再把这个弯的截头 拉到珠子中间去 拉到回线的这颗珠子中间 两边的线头在一起拉紧 那么这个呢 就是穿珠的手法 回线 把鞋头 把那个截头 拉到珠子中间 这个就是手法 接着来我们就是用这种手法去制作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穿了 有六颗 就是一个六足圈 现在我们分左线跟右线 左线 加四颗 那么这边加四颗 再加上线头上的这一颗呢 就是五颗 所以这一圈的话 我们是做五足圈 同样的手法 就是把截头拉进去 做五足圈 接着来右线过线过一颗 就是穿过右边这颗珠子 这个就叫过线 左线加三颗 因为这两条鱼线的中间 已经有两颗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做五足圈 所以要加三颗 接下来右线再过一颗 同样的 左线加三颗 都是做五足圈 那后面的做法都是相同的 都是做五足圈 那么这个是第一层 这个六足圈是第一层 这个几个五足圈呢 就是我们做的第二层 第二层呢 就是围着第一层六足圈去做 每一圈都是五足圈 一层的 就是这部分 所以我们做五足圈的 它是三颗 也就是三颗 是三颗 如果您的多一颗 它是三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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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颗 它是三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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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的这个六个圈 这里只剩一颗柱子了 这里就是第二层的第一圈 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第一圈 第二层最后一圈 我们过线要过两颗 右线过到第一圈的这颗柱子上 因为我们要把它并拢起来 往下压 这样像一个盖子 左线再加两颗 同样的是五个圈 那么这个第二层我们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像一个盖子 第一层是六个圈 六个圈第二层全部都是五个圈 那么我们接着第二层 要往上做第三层 第三层呢全部都是四个圈 制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往下盖 那么这边是左线 这边右线 左线加三颗 颜色都是红色的 右线过一颗 左线加两颗 接下来后面的做法相同 都是右线过一颗 围着第二层边上的这圈柱子去做 左线加两颗 全部都是做四个圈 大概是第四个圈 适合这个圈 三颗 黄色的 第二层边 离开 三颗 没有 浮上雪 淋湯 掉下雪 蚊叶 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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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雪 白骨 放入冰箱 那么最后一圈呢 也是过线过两颗 每一层最后一圈 这是过线多过一颗 然后加柱子的时候 少加一颗 所以我们现在 左线就加一颗 还要保证 每一圈都是四十圈 把这一圈一定要拉紧 那么我们做这个花瓶的时候呢 两边的线一定要拉紧 如果拉不紧的话 做好的花瓶呢 就会软软的 质量就不好 那么现在第三层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层 第四层还是全部加红色的柱子 做五个圈 左线 第一圈 左线加四颗 右线过一颗 左线加三颗 那么后面都是右线过一颗 左线加三颗 做五个圈 sext fifty Bucking 七颗 锅 八 雅 掉 二 好,那么现在我们鱼线用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接线怎么样去接 接线的时候,同样的先把珠子穿进去 然后回线,把另外一条鱼线穿出来 那么这个接头呢,先不要拿进去 先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剪一条新的鱼线 那么把新剪的这条鱼线呢 传到回线的这颗珠子上 然后再把旧的鱼线接头拉紧 拉到珠子中间 两边线拉紧 最后把旧的鱼线,两个线尾 回穿两颗珠子 以防它删掉 可以多穿两颗 然后再用剪刀,把线尾剪掉 就用盘了 那么这个,很起码 men用盘子盆地传去 然后再用盘子盆地传去 然后我们新接的这条鱼线 两边的线头要对齐 把它拉平均 接着我们用新接的鱼线继续做 右线过一颗 左线加三颗 在内面就是说一些鱼线 鱼线 一般的鱼线 就是使用大天 和鱼线 黑颜岩 二十八 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过 先过两颗 左线再加两颗 那么这个就是第四圈 第四层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第五层 第五层右线先过一颗 过右边这颗珠子 那么第五层呢 我们是做六个圈 加白色的珠子 那么现在两条 一线中针已经有两颗珠子了 我们左线再加四颗 做六层圈 接下来右线过线过两颗 左线再加三颗 那么后面的做法都是相同的 都是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三颗 来想象中针 放过两颗 再加四颗 来再加三颗 两颗 最后一颗 很高 看三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提供 鱸肉 生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那么第五层我们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第六层 第六层右边线先过一颗 左线加四颗做六支圈 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两颗做五支圈 接下来右线再过两颗 左线加三颗做六支圈 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两颗做五支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到这一层呢 主要是一个六支圈 一个五支圈 一个六支圈 一个五支圈 这样子循环间隔开 后面的做法也是相同 都是六支五支六支五支 那么过线的时候呢 都是过两颗 右线过两颗 做六支圈的时候 我们左线就加三颗 做五支圈的时候 左线就加两颗就可以了 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鱼肉 最后一圈的时候,我们过线,过三个,那么这两边都是六支圈,中间这一圈呢,我们就应该做五支圈,所以左线再加一颗 那么这个第六层我们也做好了,接下来做第七层,第七层首先右线,先过线一颗,左线也过一颗,过左边这颗,两边都要过线 那么现在两条鱼线中间呢,已经有三颗了,那么这一层我们是做七支圈的,所以现在左线再加四颗 做七支圈,接下来右线过线,过三颗,左线加三颗 接下来相同的,右线过三颗,左线再加三颗,后面的做法相同,都是做七支圈 接下来相同的,不要误会并若缓接下来相同的,打开我们的 那么最后一层呢,我过线也过四颗 走线在这两颗 最后一圈是过四颗 竹笛 竹笛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第八层 第八层的时候 右线先过线 过右边这个柱子 两条鱼线现在有两颗 我们左线再加三颗白色的 那么做五株圈 接下来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一颗红色 一颗白色 同样的也是做五株圈 而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两颗白色 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一颗红色 一颗白色 右线过两颗 左线加两颗白色 这是最后一圈 右线过三颗 左线加一颗红色 那么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这里是一个六株圈 最顶上 有三颗红色 三颗白色 间隔开 从这个位置开始呢 我们就要做花瓶的瓶颈部分了